松山高中马健豪记者留学圣摄影分享 傅在前换了两名球员 HBL南甲级位缅军松山高中傅在第二站 防守大江黄赵璇又发生左肩脱臼意外 但教头黄万龙强调球队全员皆兵 松山都是战将 不管谁上场就是从防守做起 昨天高二射手马健豪挺身而出 他投进五季三分球在内的HBL新高24分 加上潘轩仪杨成汉独秒阶段的接连外线 驻队以88比83立退青年高中第二胜入带 小马有球技有身高美教练有NCAA潜力 197公分的小马进入JHBL名校大伦国中时身高180公分 从小前锋打起不料一年长高10公分 进入高中宣高还持续上场 他的手感和身材在松山宜的训练时还获得美国教练赞赏 认为他有进入NCAA一级的条件 黄万龙盼爱将更积极 球技可交 新交不来 马建豪透露平时练完球就会和杨成汉留下来苦练外线 但他也承认自己防守有很多进步空间 我是球队防守最差的 每次被骂都是先被说到防守 黄万龙则说高二的马建豪还需要更多经验累积 他的个性可以在积极点 球技我可以叫 但新交不来 松山高中后为林立作记者留学圣摄影分享分享 没有高国豪的日子松山还在习惯 黄万龙也提到所有人都要习惯没有高国豪的松山 球员要适应 我自己也一样 过去太依赖他 高国豪他笑说 连观众都要适应现在的松山 过去三年松山很少输球 现在球员要从过程中学习 但松山不会因为高国豪 这不是松山 松山目前二胜一败 同组的能人加商 泰山高中以三连胜领先 能人与泰山将在今晚交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